你好 你好 他從某位來啦 然後現在因為是說要 大概我們要了解我們南部那邊的一些 鄉鎮的一些那個 啊就是我們 FB3不是有那隻短片嗎 就是我們用來剪輯成 我那個業務報告 形象影片 那個我們有沒有檔案 你看給他 光碟片可以嗎 光碟片好 什麼都可以做文件給我也可以 好 那我下去拿一張光碟片 好好好 今天上午呢 我來訪問 高雄市永安區公所 就是區政府 這是我到台灣來以後 第一次訪問一個政府機關 那麼迎接我的呢 好像是兩條流浪狗 這明星就是流浪狗 對不對 毫無表情 毫無反應的 兩態流浪狗 都一樣啊 旅遊職 你好 您區長 哈哈哈哈 十經 這邊 啊 好 啊區長辦公室 區長辦公室 啊區長辦公室 哇 這麼多漂亮的畫 首先我自己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Daniel 我的筆名叫九哥 我的頻道叫AV Daniel Violin 我以前其實不是做中文頻道的 我一直做英文頻道做了四年 去年偶爾的機會開始做中文頻道 就發現非常的人氣 那麼這一次我到台灣來的目的 我就是第三次到台灣 第一次到台灣是2002年 是由於我的小叔得了這個台灣的一個優秀獎 所以我是2002年的叫做台灣優秀人 這個作品在台灣出版 那麼第二次是到台中是朋友邀請 只待了五天 這一次呢 我到台灣的目的是了解台灣的 真正的台灣人的生活 老百姓的生活 然後呢 向全世界的華人 以及全世界 介紹台灣的社會 介紹台灣的社會 從所有的起居生活 所有的包括宗教 這個人文 任何東西 只要是真實的台灣 當然我會拍得很漂亮 台灣的風景我也介紹 但是以人文為主 我的影片 其中一部分呢 將來會翻成英文 日文 跟其他的 我所知道的挪威文 比如說啊 那麼說 我採訪過很多人 當然我不想 介入到任何一個政黨 我不想介入台灣的選舉 所有政黨 我不想 我只想了解老百姓 真實的生活 啊 這樣的就是說 我的目的是 希望能夠 大陸人民 能夠看到台灣人民 真實的生活啊 那這樣一個比較 那麼就是促進一個 兩岸人民之間的一個溝通 一個交流啊 我完全是民間的 我沒有任何政治背景 我沒有收過任何政黨 任何團體的一分錢 完全是自發的啊 那麼我到這裡來呢 就是說 雖然我的收入已經 比過去低了很多 到台灣來以後 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但是呢 我會堅持把這一段做完 那麼我非常有幸呢 能夠在那天晚上的 那個 碗會上啊 能夠碰到區長啊 那個訪問區長 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高興 非常榮幸 那麼今天呢 我有幾個啊 關於這個台灣的 這個政治體制的 這樣的幾個問題呢 想問問區長啊 首先呢 我想請區長做一個 自我介紹 哎 您好 那我是高雄市 永安區區長 林國慶 雙布林 國家的國 慶祝的慶 那我本身並不是永安人 那現在 因為高雄市 永安區本來是屬於 高雄縣的永安鄉 那在民國一百年 的時候 縣市合併 那整變成一個高雄市 那整變成一個高雄市 所以永安鄉 原本的永安鄉 就變成永安區 那因為直轄市 的區呢 它是 的區長 是由這個市政府 由市長指派的 因此我 奉市長的指派 來這個永安區 去擔任這個區長 是 大概簡單的報告這樣子 好 其實林區長 剛才已經回答了 我的第一個問題 其實我本來第一個問題 就是想問 在這個台灣做區長 是民選的 還是指派的 那麼就是 呃 這個問題我想 請林區長 再跟我們解釋一下 這個制度是怎麼樣的 喔 台灣的地方制度 它是這個樣子 齁 在早期 原本是三級制 也就是中央政府 就中華民國中央政府 再來有一個台灣省 那中央政府下面 其實有台灣省以外 還有兩個院轄市 兩個院轄市 也是台北跟高雄 那 再接下來就是 鄉鎮 那在鄉鎮上面 它中間有個縣 那這個縣呢 是屬於台灣省政府管轄的 所以 等於是說 如果從台灣省政府 這一塊來講 是省政府 縣 再來鄉鎮 然後它有一個市 那如果是屬於 院轄市這塊 就是中央政府 然後市 也就是台北跟高雄 這兩個市 那兩個市下面 又分成幾個區 大概它的整個制度 是這個樣子 那在民國100年 也就是2001年的時候 因為這個地方政府的整病 那這個可能要回溯到更早期的時候 那這個可能要回溯到更早期的時候 在大概1994年 也就是民國83年的時候 欸 省政府虛極化 所以虛極化呢 就是把省這個層級呢 給拿掉了 它只剩下一個組織 它沒有它的其他一些管轄預算的權 所以它下面的縣呢 也幾乎都只屬於中央政府 然後一直到2001年的時候 有幾個縣整併起來 那譬如說台南縣 它就升格為院轄市 那台南縣跟原本有一個台南市 那合併變成一個台南市 一個大台南市 所以它是一個院轄市 那原本的桃園縣呢 它也升格成為桃園市 那原本的台北縣 它就升格為新北市 然後原本的台中市跟台中縣 就整併成為一個大台中市 那原本的高雄市跟高雄縣 那就整併成為一個大高雄市 所以就變成有六個院轄市 在這個台灣這個地方 那其他都是縣 那高雄市就屬於這六個院轄市當中之一 那所以原本高雄縣所轄 它有27個鄉鎮 那27個鄉鎮就變成27個區 那再加上原本高雄市11個區 所以高雄市呢 整併以後的大高雄市 它就是一個38個區 大概目前的制度的狀況是這個樣子 那從哪一級 開始是要選舉 哪一級開始是指派呢 目前呢 大概就是六個院轄市的市長要選舉 那另外呢 它還有幾個縣的存在 比如還有彰化縣 雲林縣 台東縣 花蓮縣 以及 金門縣 澎湖縣 等等 這幾個縣的存在 那這些縣的縣長 也是要選舉 那縣下面的鄉鎮市 就是縣霞的鄉鎮市 它的鄉鎮市長也是要選舉的 再接下來就是各基層的里長 你不管是縣霞市的里長 或是原本那個縣霞市的里長 他們都是用選舉方式產生的 大概目前會選舉的是這個 那再到中央的話 那當然就是總統成績啦 對 那民意代表 即地方民意代表 大概就是各縣霞市有個市議會 那如果是鄉鎮市的這個階層 它有一個鄉鎮市的市民鄉鎮 鄉鎮市民的代表會 這個代表 還有以及各縣的縣議員 以及立法委員 中央民意代表 立法委員 這個也是需要選舉的 也就是說台灣的民主制度 它基本上是美國的那個制度 比較像 是不是這樣說 可以這麼講 那如果以美國來講的話 美國它的州下面 大概也有幾個分成 也是分成好幾個州匣的 以及美國沒有院匣市存在 所以它大概都屬於州 最高大概就到州的這個層 沒有 我們有那個district 有那個地區的也有的 它的地區也屬於州啊 對 所以大概 美國那個district這個東西 大概類似於我們的院匣市 這一塊 那麼下面我有一個問題啊 就是說 這個任期的 就上面委任的 這個 比如說您是韓市長委任的 對嗎 那麼就是說上面委任下來的區長的 任期是多久 區長的任期是不一定的 它原則上就是市政府它指派 它也許會輪調 那也許兩年三年或四年五年 所以它的任期是不一定的 因為台灣的制度裡面 它有事務官 它跟政務官 那區長其實屬於常任的事務官 換句話說 它不會因為換市長 而換區長 除非說市長要把這個區長把它改派到別的區 或是指派其他的任務 它才換掉區長 否則區長它可以是一直做下去 那或者是說市長他覺得你應該輪調 那才會輪調 它並沒有固定的任期 那因為像市長他選舉四年選一任嘛 那可能他手底下他的政務官 也就是他政務任命的那些官員 就會隨著市長的這個進退 大概是這樣 那區長他因為他是屬於常任文官 是公務人員 所以他沒有一定的任期 我懂了啊 就是說做區長的話 他不像做市長 或者做其他的公務員的話 他是有個任期 比如說四年我要選一次 或者你就做了八年就不能做總統吧 做八年就不能做了 但是區長是可以就是說 作為事務官是可以一直做下去的 除非是新上來的市長 有他的 他認為是比較合適的人員 把取換你 讓你派到其他地方去做區長 是這個意思嗎 也就是說做區長也不會失業了 對 大概是這個樣子 對 這是台灣的制度 就是他公務人員 他有一個保障制度就是說 他保障這個職務 這個身份 但是並不保障你的 就是你的職位啦 他保障這個身份 那不保障這個職位 就是說你可以到這個區長區長 那下一次你可能派到其他的區長區長 但是你不會說你今天是總統 明天就不是總統了 不會這樣 對對對對對 大概是這個狀況 那麼下面我想問一問 作為區長來說 你的日常工作是哪些 主要是你的工作 這個責任這些 區長的工作 其實如果以區公所的性質來講的話 區公所其實是市政府 一個派出的機關 它等於是一個小市政府 那大概我的工作就是說 市政府委任給區公所做了一些 比如說社會福利的制度 或者說委任給區公所推行的一些 市政府必須要去推行的一些政務事項 那都是會由區公所來執行 大概是這些東西 那另外可能 我也必須要直接去接觸民眾 然後適當的把民眾 對於市政府的一些需求 或是要求 那像市政府做一些匯報 那或者是說來檢驗市政府 他對於某一些施政的措施 在我們這個區產生了一個效果 或者是說需不需要有檢討改進的地方 大概是這個狀況 那麼下面問一個 可能是比較不方便的問題 我不知道方便不方便 就是說在這個區域大概有多少人 您管多少人 我們這個區域其實人口不多 大概到今年的10月份為止 我們區域的人口有13800多人 好 那麼我想問一下 這個13800人的地方官員 您的收入有多少 能不能問一問 其實詳細數字我是不曉得 大概就行 大約大概在七萬七千多塊台幣左右 也就是說兩千多美金 對一個月 好 那我就不做評價了吧 比我做YouTube還好少很多 那就真的不能夠說是為了這個錢去做區長 真的是要有一個講傳的就是要有奉獻的精神 這樣一個收入的話 在日本的話 是一個非常一般的白領的收入 在美國可能也是 我不知道台灣情況怎麼樣 可能在台灣也許是稍微高一點點 我聽說台灣是大概5萬台幣是一個標準的嗎 差不多是這個5萬台幣 對 就是再講一遍啊 真的不能夠為了這個經濟利益去當官 確實要為人民服務的這樣一個精神才可以啊 好 那麼最後呢就是說 下面的問題呢 鄰居長覺得不方便可以不談 就是說由於我的背景是大陸來的 我是在大陸出生 大陸讀完大學 然後去澳大利亞留學 然後到了挪威改成挪威國籍 然後呢在挪威住了十幾年 然後搬到日本住了二十三年 在美國住了三年 我已經離開中國大陸快四十年了啊 但是由於我的大陸的這個背景 我還是對兩岸關係是非常關心的 在這個方面 這個鄰居長有沒有什麼 需要想跟大家講一講 其實兩岸的關係 基本上我覺得是要有互信啊 互相了解啊 畢竟兩岸相隔已經一百多年了 那這一百多年來 因為經歷各種不同的制度 或者是說兩岸的人民 經歷各種不同的生活經驗 可能在前五十年 大陸那邊是兵荒馬亂 那後面這五十年 雙方又是在對峙的狀況之下 我打動一下 您說的一百年是從清朝開始算起的 對 那所以其實雙方真正完完全全 互相沒有任何阻隔的溝通 原則上大概只有這四五年而已 那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要了解真的很困難 要了解真的很困難 畢竟社會制度也不同 生活習慣也不同 就好比1949年 那麼多人剛到台灣來的時候 其實也發生很多的衝突啊 那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社會本身自己一個小型 一個家庭要融合 都已經很困難了 更何況 那麼龐大的兩個社會要融合在一起 那更必須要有更大的耐心 跟了解 去體諒對方 去互相理解對方 才可能 那這當中呢 由於又牽涉到很多政治上的因素 甚至於國際戰略上的因素 更讓兩岸能夠說 真正達到互相完全了解 又有更多重的阻隔 那看得到的人 他看得到 看不到的人 他永遠都是會覺得說 我們就是希望這個樣子 我就是希望這個樣子 沒有辦法去完完全全放下自己 很主觀的想法 去很宏觀的去看待說 真正雙方往後面的未來的 甚至於百年 一百年兩百年以後 大家真正的能夠 是不是有利益 有共同的生活 共同存在的價值 我覺得這個才是很重要 那中國人講究的是和平嘛 從孫中山開始 大家就覺得說 我們中國要的是博愛 是互助 我們是助人 既若扶欽 跟帝國主義 是不一樣的 那中國人講究是這個 但是 在外國人來看 中國人他是屬於黃禍 他覺得說 中國強大了 可能會對於這個世界 對於他們白種人的社會 造成 某一些程度的一些危害 甚至於妨礙到他們的利益 那當然他們對於這樣子 一個狀況 從十九世紀以來 就一直存在了 這樣子的情形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才會有 這麼許許多多分裂 那這樣子分裂的狀況 對他們來講 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 符合他們利益的 而 對於兩岸來講 甚至於對香港 港澳來講 其實對我們來講 都是用長期的傷害 到最後都是長期的傷害 不管什麼制度 大家人民希望就是好的生活 就是平平安安的生活 尤其快過年了 大家都會想到說 中國人講的就是團圓 就是平安 大家喜歡的就是這個樣子 安安穩穩的 一帶傳一帶這樣子 安居樂業 安土種籤 這是中國人最重要的東西 可是 時代的背景 造成大家必須要這樣 不斷的衝突 甚至於 不諱言的講 兩岸的各個政治人物 為了他們自己各自的政治利益 利用人民的一些 不當的想法 來利用人民 來支持他們 來讓他們獲得他們自己本身的利益 我覺得這個才是傷害最大的所在 不管大陸也好 或台灣也好 其實這個狀況 都存在 像大陸這幾年在打灘 打灘和貪腐 也是很嚴重 在台灣為了選舉 鼓動人民的社會情緒 造成人民的對立 然後內耗 這些東西 其實都不利於兩岸的 共榮共存 也不利於兩岸各自的發展跟繁榮 這個其實都完全不利了 我對兩岸關係其實 我也相當地研究 我的研究所讀的 其實對兩岸關係 就是有很深很深的 一個了解 了解跟去涉入 講這個東西就是 可能講了三天三夜也講不完 那我總結一下 就是看我理解正確沒有 我覺得林區長講這一段的重點有三個 一 林區長講到一百年兩百年以後的事情 也就是說 目前是要維持現狀 你是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我們要維持現狀 第二就是講到要交流 就是說大陸人民跟台灣人民要不斷地交流 要相互理解相互了解 在相互理解相互了解之前 是不可能有任何相互的信任可言的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就是講到 就是說兩岸的政治人物 都不應該拿統一或者是台獨 來為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來利用人民的情緒 來利用人民的這個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想我再補充一下 這個交流是很重要 那交流的目的是為了建立互信 那我覺得兩岸的最大的基礎 兩岸人民最大的基礎就是在互信 沒有辦法 如果沒有互信的話 那幾乎就沒有辦法去發展其他的關係 就好比說兩個朋友 兩個路邊不認識的人 你要去做一個朋友 你要去交建立感情感 你首先就必須要有一個互信的存在 你才能夠再繼續互相去了解大家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那兩岸的政治人物真的必須要拿出 他們自己本身的一個良知啊 要做一個政治家 而不是做一個只圖謀自己的利益的人 大陸講的都是民族大義 那既然講的是民族大義 就不應該去圖謀他們自己的本身的利益 或者是他們存在的一個自己的組織的利益 而是應該以整個民族為出發點 那台灣既然講的是要嘗試久安 要能夠發展經濟要能夠繁榮 那就不應該要持續的內耗 而應該要正向的去看待去面對大陸的一些情況 真正的跟大陸正面的去做一個互信互動 而不是依賴其他任何人 任何國家或任何其他人 那些都是不可靠的 就好比美國來講好了 我昨天看了一個新聞 美國賣給台灣愛國者飛彈 我們已經付了12年的錢了 結果好不容易明年準備要 錢已經快付完了 美國又開了一個報價單 又要75億台幣 又要台灣繼續付3年 從這個狀況來講的話 我想每一個政治人物應該都知道說 這樣子的對峙其實是一個無底洞 那大陸我想大陸的領導人或是大陸的一些學者 政治學家 他們也都知道 如果說以武力來統一台灣的話 那麼2300萬仇恨的眼睛 可能他幾千年都沒辦法貧富得了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大家真的要在互信之下 來好好的去發展兩岸的關係 不要受任何其他國家 任何其他別的民族的鼓動 我覺得這個才是重要的 所以講了一講 首先是要溝通 首先要相互了解 這也就是我今天在做的工作 我在這裡就是說 希望 當然我現在能不能回大陸 我還不知道 估計是比較困難 但是我還是在這裡 向中國共產黨喊話 我究竟是毛澤東的老師的子孫吧 我的伯爺爺是毛澤東跟朱英基的老師 他們毛澤東年輕的時候是住在我們家裡的 究竟我的父母也是共產黨 雖然我是非常的不喜歡共產黨 只能說我們是反黨 但是我還是希望這個大陸跟台灣人民 要有很好的溝通 所以以後有機會 如果大陸的官方有政府的邀請 我還是願意回到中國去 像了解台灣人民一樣 去了解大陸人民 也給一個真實的大陸 給全世界看 我也希望有這麼一天 不要把我回去就給抓起來了 笑死了就不好了 那這個大概就是我們永安講的一個簡介 好好好 我一定去看 這個我能不能用 就是說裡面 可以 我可以用 就是裡面有東西我可以裁剪 我可以用在我的生活上面 那我好 我看完以後 我做一個介紹永安區的這個事 非常非常感謝 謝謝 沒有 沒有 我們在 就是要非常感謝你 對 非常謝謝 林區長 謝謝 我坐不過來我們一起 好 就是說 我非常感謝 這個 我有幸能夠採訪到這個 林區長 這個是 我 呃 我不能代表大陸人民 我只是說 從一個大陸出生背景的 能夠這樣來瞭解台灣 如果所有大陸的人民 能夠像我一樣 憑下心來 去了解台灣 去認識台灣的話 這對我們將來的兩岸人民的未來 這對我們將來的兩岸人民的未來 就是一百年以後 兩百年以後吧 肯定是有幫助的 我也同時希望台灣的朋友 也有同樣的態度 對到大陸人民 OK 謝謝謝謝 謝謝 太好了太好了 我非常高興地離開 這個區域所 但是 那我怎麼走呢 我怎麼過去呢 謝謝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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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怕我還是怎麼呢 嗯 謝謝你啊 謝謝你 謝謝你啊 感谢观看